6月17日台北市消防局搜救队 即搜救犬训练基地举办落成启用典礼 困扰其多年的搜救犬 豢养训练环境 及搜救队救援准备作业空间得到提升 到了这边之后 因为重新要盖了 那就是犬舍的数量变多 训练地点环境也变 就是单向的一些室内和户外的空间也变多了 那它的一些烹饪的地方也独立出来了 它还有两间隔离犬舍 一些狗狗它生病了 它必须去跟其他狗狗做隔离的话 它其实是分开来的 新训练基地一楼规划12间犬舍 另有两间隔离检疫犬舍 一间护理室及一间配膳室 控检员介绍 挑选搜救犬 最主要的是看它是否愿意跟人互动 活泼好动爱玩 然后也爱吃这样子 那基本上进来训练的时候 会依据各单项的训练 看看它是不是适合再继续训练下去 然后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 都有一个筛选和评估的动作这样子 主要大象是搜索 然后还有服从和敏捷 在看不到的情形之下 那在不管人怎么样的环境底下 它可以透过它鼻子去找到人之后 然后做废教的动作 让我们知道它收困者的位置在哪里 据了解 该小组曾参与四川闻川地震 莫拉克风灾 高雄气暴事故等重要且艰困的搜救任务 温川地震那时候过去也是协助找寻 找寻生还者 但是过去的时间也比较慢 大概过四五天之后 我们才那时候是第一次直飞 也是在那里看当地的一些消防单位 他们有什么需要我们协助的 那我们就协助 尽量协助当地的消防局这样子 目前台北市消防局搜救队 现有七只搜救犬 犬种包括拉布拉多犬 比利时狼犬和捷克狼犬 据了解 一般的搜救犬在七岁左右退休 退休之后会交由寄养家庭照顾